把五花肉放在锅里简单的蒸一蒸 出锅瞬间变美食 隔壁40岁的大叔就是靠着这道菜 在北京买了三套房 今天就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一圈三连求关注 四根蒜苗用刀背拍开 然后斜切小马蹄形放入盘中备用 青红尖椒各一根 去要辣椒底抖出多余的辣椒籽 然后把尖椒改刀 处理好之后,装盘备用 水开之后开大火 把五花肉蒸上25分钟 用筷子可以轻轻的插透 取出,晾制不烫手 开始改刀,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不要切得太薄,大约3毫米厚就可以 我是山西地区的苏苏日常 正在参加我的家乡为青春特别活动 快来给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吧 助力我的视频进入Top30 我最喜爱的年夜饭 像这样切成3毫米厚就可以了 切得太薄容易炒碎 锅中不用放油 你直接放入五花肉 开小火热热的冰炒 把五花肉炒香 炒出里面多余的油脂 把五花肉煸至表面微黄 放入姜片蒜片 呛出香味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袋家常菜调料 其他任何的调料都不用夹 我们继续开中小火炒出酱香 出锅前放入煎姜以及蒜苗 快速的翻炒均匀 炒至断生 一道非常好吃的农家小炒肉 我们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五花肉肥而补腻 下酒又下饭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新手小白都可以学会 自从学会这个做法 我家一周三百大米不够吃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